关心这样的画面真的让人吓傻了 这是在大陆重庆这位男子 因为呢不满这个劳资纠纷败诉 不但爬上了轻轨呢 这铁道打算要轻身 而且还用随身携带的DV自拍整个过程 甚至在网络上直播 吓坏了网友赶快报警救人 下面很多人是不是在看你啊 对啊 以为死亡直播只是电影情节吗 在大陆重庆可是真实上演 这名从湖南来的26岁男子 因为不满和雇主的劳资纠纷败诉 跳上轻轨铁道打算持刀轻身 但怪的是他还拿DV自拍 透过无线网卡来个Live网络直播实境秀 对对我现在算在轻轨方面 哎呀你下来吧好不好 我现在就上来不行啊 男子要以死明智 这可吓坏网友赶紧报警 警方赶到后先是在下头铺设气垫 跟着趁男子不注意一个箭步向前 把他推下轻轨 才解决这场僵持两小时的危机